这种神秘武器威力惊人 美军也忌惮不已 价值300美元的武器 可摧毁8000万的战斗机 美军想出三种奇招对付 一直以来 美军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多处军事基地 其中包括18个空军基地 这些军事基地可以担负 战时所需的所有必要任务 是美军海外力量的核心 因此美军非常重视这些军事基地的安全 为了保护这些空军基地 不受一种强大武器的威胁 美国将部署三种不同类型的武器 以防止海外基地遭到严重打击 究竟是什么武器 让一向强大的美军都如此忌惮呢 美军有什么办法来应对呢 据参考消息网4月13号报道 近日美国军事专家凯尔沟上 在网上发布文章称 为了保护美军在海外的空军基地 不被敌军无人机突袭 美空军将部署三种不同种类的 定向能武器系统 一般来说 这些空军基地基本上大部分都基础设施完善 美军对自己的战斗机性能非常信任 既然空军基地有那么多强大的战斗机 为什么还要特殊保护呢 虽然美军的F35F22战斗机性能很强悍 但是一旦遇到了风群作战的大批无人机突袭 一时间也很难招架 事实上 如果今后无人机风群攻击模式成熟 对于所有国家的空军来说 都将是一个严重威胁 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 无人机的价格相对战斗机来说非常廉价 一架F35的价格差不多9000万美元 而这种强大的战斗机 在无数无人机组成的风群攻击面前 也很难全身而退 一旦有什么损伤 修复又是一大笔费用 但是无人机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只要300美元 就算是丢了坏了也不会心疼 所以为了防止自己价格高昂的先进战斗机 折损在无人机手中 美军不都不想办法对付这些残忍的风群 美军想出了三种奇招 这三种都是定向能武器 首先第一种定向能武器 是雷神公司研发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 可专门针对MQ-1 武师者和MQ-9死神 这两种攻击型无人机进行侦查和牵视 只需充电便可使用 一次充电可发射数十次 第二种武器是称为向尾炮的高功率微波武器 它可以发射追行微波射频 瞬间破坏来袭无人机的机载电路 该武器可以同时攻击数下无人机 十分适合应对敌军无人机风群突袭 第三种武器是美军研究实验室研发的 战术高功率微波作战响应器 仅需要三人就可运输 其开发成本为1900万美元 看来美军十分重视未来无人机可能的突袭 下血本研制出三种武器 不仅是出了激光杀手锏 还有微波这种少见的武器 不过究竟有没有用呢 还要在实战中才能知晓